监狱里有这样一个天才 从进监狱的第一天开始 他就在思考如何才能完美的越狱 终于在对比了200多种越狱方法后 他决定用一个所有人都知道 但却没人敢尝试的方案 做钥匙 首先他用一张白纸盖住锁孔 然后用手指轻轻按压 就这样锁孔的形状很快就被他勾勒出来 然后他把白纸卷成一卷 伸进锁孔 再用一根铅笔挤压顶部 抽出来后 他就看到了两个折痕 这就是钥匙的长度 但最难的部分是钥匙的齿形 吃饭的时候 狱友会故意吵架吸引狱菌的注意 眼镜便会趁机偷看钥匙的形状 记住他的齿形 放风的时候 眼镜也会假装跑到铁丝网边捡球 实则也是为了偷看钥匙 总之 他不会放弃任何一次观察钥匙的机会 没过多久 他就能靠记忆画出钥匙的形状 经过不断的临摹和比对 他画的齿形已经接近了完美 接下来就是做钥匙了 用什么做 木头 监狱里的囚徒会被经常安排去做木工 眼镜便会趁此机会 偷偷拿几个木条用砂纸包住 然后塞到热水壶的底部 但每次收工时 狱警都会检查 他会敲两下倒掉里面的咖啡 轮到眼镜时 狱警看到他非常紧张 于是便把水壶里的咖啡 倒了个一干二净 还用力摇了摇 幸好眼镜事先塞了一块抹布 所以里面的木条并没有晃动 到了夜晚 他整理好所有工具 开始做钥匙 先用刀在中间挖出一个凹槽 再用砂纸打磨至光滑 削好钥匙的柄 再用胶水粘合 然后用刀片开始雕刻实行 在他不断地打磨下 记忆中的那把钥匙 被他完美复刻 他将木钥匙插进锁孔 随着啪打一声 门终于开了 可还没高兴三秒 眼镜发现 门的外面还有一扇门 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 这扇门是从外面开的 可能在牢房里面 怎么才能从外面开锁 这个难题困了他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这一天 玉尤想到了一个办法 在别人眼里 这只是一根普通的扫把 但在他们眼里 却是越狱的钥匙 经过测量 扫把的长度 刚刚好可以够到锁孔 那么接下来 唯一的难题就是 如何利用他转轮钥匙 这天 眼镜在车间工作时 意外地看见一个手要转轮 这让他灵光一现 他决定做一个简易转轴 他立刻在木块上 转出两个洞 紧接着又在扫把的顶端 转出一个洞 然后通过螺丝 将两者连在一起 再将钥匙固定在转轴上 完成好一切后 趁着夜晚 他小心地将木棍伸出窗外 然后将钥匙 精准地插入到锁孔中 紧接着转动转轴 随着啪哒一声 第二道门终于搞定了 而就在这时 眼镜突然发现 不远处的巡警突然停了下来 为了不被发现 他竟然地将身体往下蹲 没想到一个不小心 木钥匙掉在了地上 更糟糕的是 走廊里传来了预警的脚步声 一旦被发现 那他之前的所有努力 都将摆废 于是他灵机一动 立刻拿起一盘的 口香糖迅速嚼了起来 在充分与唾液混合后 他将口香糖 粘在棍子顶端 去粘地上的钥匙 可由于口香糖 嚼的时间太短 年薪也很差 在经过几次 惊心动魄的尝试后 他终于把钥匙粘了起来 然后小心翼地将木棍抽回 这才化解了这场危机 解决完这个难题后 他们的信心也开始大增 接下来就是一扇又一扇门 一把又一把钥匙 但是很快 他们就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如果不换下囚服 即便逃出了监狱 也很快就会被抓回来 那就先搞定衣服 他们注意到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新犯人进来 他们的旧衣服 会被集中放到一个房间 同伴就会利用其中的漏洞 等他工作完从里面出来 你会发现他胖了好几圈 聪明如你 一定知道为什么 第296天深夜 他和同伴决定出门探风 虽然眼镜拼记忆 打造了很多把钥匙 但却不知道 没把钥匙对于那拿把锁 这次出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试钥匙 走廊铁门的钥匙 他们很快就试对 紧接着他们就来到楼梯口 他们小心翼地下楼 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 一楼的铁门边 而他们的前方 就是一间值班室 庆幸的是 里面的预警正在听歌 而且声音放得非常大 他们需要抓紧时间试钥匙 不巧的是 眼镜试了好几把都不对 一旁的同伴已经被吓得冒汗 终于 这是到第五把的时候成功了 随着锁信里传来的啪嗒声 值班室里的音乐也夹然而止 眼镜赶紧把门锁上 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从值班室里走了出来 两人迅速后退 幸好他们提前打造了一把杂物间的钥匙 两人赶紧躲了进去 问题是 从柜子里面无法将门反锁 只能用指尖捏住小小的凸起 随着预警越来越近 同伴却划了手 现在如果再动门就太明显了 好在夜色很深 预警并没有注意到杂物间开了一条缝 他静止走上了楼 随着沉门的脚步声在他们头顶走过 两人赶紧从柜子里出来 继续往前试钥匙 而另一边 预警正在上面一尖尖茶房 还好眼睛视线用被子过成人体形状 成功骗过了他 最后一道门 他们使了好多把都没有试对 眼看预警就要下来了 他们没有时间了 必须赶紧撤退 他们压着脚步声疯狂地跑向杂物间 当他们关门的瞬间 预警的皮鞋也刚好踩在他们的头顶 本以为一切进行的天意无缝 但星系的预警开始注意到了地上 有不明的水滴 在监狱里千万不要睡过头 清晨 眼镜就被点狱状踹醒 此刻已经过了监狱的敲钟灵 这意味着他昨夜睡得很晚 为了弄清楚他到底在搞什么鬼 他们对眼镜的牢房来了个突击检查 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被暴力摔在了地上 其中一枚钥匙引起了点狱上的注意 但现在他还不知道这东西的用途 眼镜说 这东西是用来假照片的 点狱长将行将行的信了 接着他又看到扫把头上记了一根绳子 他并不知道这东西是用来绑钥匙的 虽然点狱长什么都没查出来 但这件事过后 眼镜觉得必须要加快越狱的进度 他们最终把越狱的时间定在了圣诞节这天 因为当天大部分狱警都会提前放假 整个监狱的守卫也是最薄弱的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圣诞节 这也是眼镜进监狱的第404天 一年多以来 他一共打造了39把钥匙 越狱当天 他们大方邀请所有人跟他们一起 但其他狱友都不愿意参与 很快下班的时间到了 狱警们都回家过圣诞节了 整个监狱只剩下一个值班狱警 和高台上一个巡视狱警 是时候越狱了 只见眼镜熟练的打开牢房门 并将两个同伴放了出来 他们都没有穿衣服 因为此刻囚服已经没有必要了 他们拿出事先长矿的便服 迅速穿在了身上 与此同时 下面的值班狱警来到窗库拿东西 却意味着将蒙上的一根铁丝 碰掉了地上 虽然他也不清楚这东西的用途 但却给眼镜他们添了极大的麻烦 当狱警离开后 他们迅速打开一扇扇铁门 顺利来到了一楼 却没想狱警突然折返了回来 听到动静的他们赶紧躲进了杂物间 可关门的时候 眼镜却发现铁丝不见了 时间来不及了 他们只能再次用指尖捏住小小的凸起 但更糟的是 狱警是来杂物间放东西的 一旦开门 一场厮杀在所难免 就在这危机时刻 上面的狱友赶紧用鞋子敲水灯泡 造成了短路 很快 其他狱友也喊了起来 狱警有点不耐烦了 放下手里的东西静止爬上了楼 等到狱警一离开 几个人赶紧从柜子里出来 然后飞快地跑到下一扇铁门前 很快 挡在他们面前的铁门就被一一打开 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只要打开这扇门 外面就是自由的蓝天 但这扇门他们之前从未尝试过 他们需要一把把的试钥匙 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直到最后一把也没有将它打开 三个人的心情瞬间跌到了谷底 眼镜认为应该立刻远路返回 但是同伴不甘心 眼看自由离自己只有一墙之隔 同伴拿起枣子疯狂地向门砸去 沉闷的声音在监狱里回响 这样下去不用多久就会引来狱警 眼镜上前想阻止 却发现木制的门框已经敲了起来 琐瑟的卡口呼之欲出 这让他们重新燃起了希望 他们决定继续 在他们的接连重机之下 门终于开了 他们赶紧换好衣服往外走 然后用镜子观察围墙上的预警 趁他回头的瞬间 他们立刻从监狱的大门跑了出来 可还没走多远 他们就遇到了下班的预警 他正靠在车上跟朋友聊天 完全没有注意到身边是他非常熟悉的犯人 他们穿过人群继续往前走 没人的地方就狂奔 看到前面有D视 眼睛用视线藏好的钱付了车费 他们开往了边境 也开向了自由 也许你会认为这个故事太过荒唐 但我想告诉你 这是一部真人真事改变成的电影 那么通往成功的钥匙究竟是什么 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是发现 通往成功的道路很多 但一定有一条最适合自己的 第二是坚持 人生的路上你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你必须坚持到底不放弃 第三打破常规 有时候并不是没把锁都能找到钥匙 关键时刻你需要打破常规 这样才能不复之前所有的努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但愿每个人都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那把钥匙